每次来济南的时候 总是来吃靶子肉 喝甜末 这次来 我发现路边有很多家的炸鸡店 我也要来尝尝它的味道 感受一下炸鸡的魅力 今天去的炸鸡店 在济南开了20多年 雪哥 你能给我介绍 这边有卖的什么品种吗 炸鸡腿 炸鸡 嗯 还有什么 有麻辣鸡块 有原味鸡块 还有鸡柳 酱子有酱鸡 鸡腿 鸡腿 鸡爪 还有鸡针 卖的最好的是什么 卖的最好的就是咱们招牌 炸鸡炸鸡腿 还有鸡块 会有很多人和我一样 也在纳闷 怎么炸鸡店还有酱鸡呢 咱们生个豆腐 豆腐呀吗 啊 豆腐 酱鸡 酱鸡 最开始卖酱的比较多 就是 但是那九几年 两千年左右吧 那时候酱就好了 哦 现在就是炸鸡 现在就是炸鸡 哦 这边的炸鸡 没有鸡蛋液 也没有面包糠 腌过的鸡肉 加压高温炸30分钟 鸡肉外皮翘起来 差不多 炸鸡就做好了 大哥这一锅能炸多少个 35个鸡 30的鸡肉 4个鸡 挺外热的 你觉得男的来买的比较多 还是女的来买的比较多 都有 大人 孩子 老人都有 啊 一般年轻的 比较喜欢吃炸鸡 啊 炸鸡配什么吃 炸鸡 可以 配个馒头和烧饼 都可以 对 夏天的话 男士可以喝个啤酒 都挺好的 拿一个鸡腿 鸡腿多少钱啊 鸡腿28一斤 哦 可以测试一下 行 12块3 哦 12块3 带着我们的小鸡腿 吃饭 亮个像吧 小宝贝 哎 可怜 现在我只能感受一下它的余温 哇 有点酥硬 这个炸鸡腿刚做出来的时候是酥的 是脆的 外面的表皮是金黄的 稍微带有一点硬皮 我给大家说它这个鸡腿是事先腌制过的 所以说吃起来会有五香的感觉 然后它这个里面的鸡肉特别的嫩 它里面还有调料包 这闻不出来 这个东西真的就是刚炸出来的时候最好吃 特别是被炸焦的地方 骨头都能嚼着吃 在减肥的道路上不仅有蓝鹿虎 还有蓝鹿鸡